好 现在每一个族群的票都很珍贵都要抢 而客家票 蓝绿都在抢攻 那当然白也要抢 不过我们要集中看昨天这两场造势 赖清德在竹苗造势 抢的是蓝营的铁票区 侯友宜在苗栗固庄 看到了没 中东景也来了 他来站台 大补丸来了 竹苗客家票仓蓝绿白三分天下 侯友宜有地方的白里侯 而赖清德拥有中央的资源 挹注柯文哲 这是他故乡 他有故乡的优势 我们先来看看国民党在苗栗的大造势 据说现场破了两万人 侯友宜大进场走了十分钟 你看到这是空拍图 蛮震撼的 来看看现场的画面 大进场人潮急到连主持人 都要请大家仗一仗 侯友宜5号到苗栗造势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 苗栗县长中东景都陪同 已经没有蓝白盒 国民党要靠自己 侯友宜单起母鸡角色 带领苗栗参选的立委们 成立联合进种造势大团结 而炮火对准的还是速敌民进党 八年来谁专制 一党独大 经济成长力只有1.42 创14年新低 你们日子可以过吗 只是造势活动怎么没有看到 侯友宜的副手赵绍康 原来同天晚上他也有行程 就在台中后里替立委参选人 杨琼英站台造势 先来手下自你的温柔 不管怀念的是平淡好日子 还是蓝白盒 蓝银必须铁了心 不掉头回去 当内有什么样的人才 都得请出来选到底 日子过得很 其实很好 干嘛跳下来 为什么要跟侯友宜搭配 知道是火坑蚂蚁条 为了我们的国家 总统大选不到40天 蓝银正负总统参选人 分开跑行程分头进行 要在最短时间内创造最大效益 来请教博弈 我只能说自从赵绍康董事长 与侯友宜宜搭配完之后 整个蓝银气势大涨 在各地方上办的所有的壮事活动 都是非常热烈 我相信张思刚议员 非常感同身受 因为直接拉抬的气势 是非常猛烈的 所以我讲一个重点就是 副手选人是谁 这样真的很重要 这个侯康佩正式成行完之后 不只是国民党的支持度上升 区域立委的支持度上升 连不分区的政党票也上升了 所以我只能说 现在整个对来营的气势 真的非常好 支持者不只是有信心 也有热情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 但问题是 其他的对手 其他政党的副手状况 是不是也是如此 我个人觉得萧美琴就是一个 没有惊喜也没有特殊的牌 因为大家早就已经知道了 萧美琴会跟赖清泽都搭配 所以有宣布跟没宣布 其实差距不大 我反而是 要给民众党的豪博一个建议 他们的副手 吴信英委员的状况真的比较多 尤其是大家都知道 吴信英委员他现在最大的问题 并不是他财产多寡 也不是他双重国籍的问题 是他高傲不屑 感觉高人一点的态度 这才是大家现在所讨论的重点 尤其是选战剩下30多天 吴信英委员现在人在哪里 他在杜拜参加联合国气候大会 然后这个会议是开到12月12号 要开一个礼拜 这个紧要关头上 居然吴信英委员 吴信英代表民众党参选副总统 本人不在国内 最好笑的是 民众党从上到下 没有一个阻拦吴信英委员出国 好像 可能拦不住吧 好像还蛮高兴 莫许 好像很先做功课 莫许吴信英委员出国 完全没有人阻止他 不要忘记了 现在民众党说 他们的选举的行程非常满 应该是正需要副手一起分进合集 赵叉康先生跟侯友是讲 分进合集到处去助选 但现在没想到 吴信英委员在不在国内 好像没有关系 这种状况是否代表了 民众党对吴信英委员 根本就不信任 甚至是他如果不在国内 说不定风险还低一点 你看他讲错话 反而对克文哲选情是伤害 尤其克文哲自己说了什么 他说 为什么会选吴信英当副手 是因为选战上要比较有趣 选举最怕无聊 选吴信英是要有趣 我不晓得克文哲市长 现在觉得选吴信英是有趣 还是无趣 但我只知道 赵叉康先生是一个 最佳副手的代表 而吴信英委员以目前的状况 我认为对于克文哲 民众党一点帮助都没有 接下来如果民众党 希望你们的民调可以往上升 也许对吴信英委员 我觉得你们要多一些归项 而不要是一昧的帮他讲话 这种状况只会让你们的选举 越来越恶劣 我们的题目带走了 可是你还是可以回答一下委员 对 谢谢博弈 因为最起码 你今天没有用这个 见缝插针来攻击说 这个白真的是 自己准备面对现实了 对吴委员的期许或者是期待 我们党内本来自己也了解 第一个这个COP28 也算是国际级的大事 然后立法院的四个党团 都有派人去 当时就已经报名了 你说这个时候不去 对于这个国家的形象来讲 也不是很好 所以他是有斟酌的 柯P也知道他去的任务是什么 特别他在去年去欧洲议会演讲 引起很大的振奋 就是台湾的能见度也提升 所以我觉得如果说选副手 某种程度在这个备位 或者是这个关系上面 外交延伸上 他是一个很不错 亮眼的一个新兴女性 他到联合国人参加会议的时候 访问他 他也不讲话 他这一次是这样子 很清楚 其实罗委员也知道 他在出国前 国安单位也有已经跟他提醒 就是说现在的身份有点敏感 所以去的时候 也许就不能像之前在欧洲议会 有这样的强烈性的一个表达 但是不管怎么样 您刚刚的建议 我们党内自己很清楚 但是他来地方的辅选 或者是他的行程 其实现在都开始在排了 比较我觉得还是看主帅 政治上不管是柯 猴 还有赖 还是看主帅 昨天大家讲苗栗这一场 苗栗是我的家乡 我们罗委员也是 其实苗栗对于国民党 其实是强力强力的力挺很久 但是我觉得这几次 包括中东井县长 是用五党籍的方式 成为地方诸侯 然后之前地方上这个派系之间 也渐渐对国民党 不是那么样的信赖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相对来讲 昨天看起来是是很旺 但是我知道大家心里 还是有一把尺 就是说整个政治上 对于国民党是不是改变 跟以前更好了 改革的深度是到位了 那当然是看选票 不过我觉得中宪长会站出来 一定是地主 中要站 很多人就讲说 柯P去 中宪长就不见了 中宪长本来很麻烦 怎么不见了 他也有他的心 他那天很清楚讲 他在做他们大胡草莓记的直播 时间上是不能搭配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 很多人情事故大家都熟悉 所以必须以后有机会 他们还是可能会一起来 帮我们白的力量 还有政党票来吹票 因为在苗栏我们没有区域立委 相对来讲就是说如果以昨天讲 这个执政党是在竹苗 然后国民党在苗栗 我觉得陶竹苗区确实会这一次 很关键的选区 因为我自己在桃园选 我也可以发现 其实大家对于要改变 要政党轮替期待是很深的 所以说三个层次来看的话 我觉得选民们他们会做一个 自己的抉择 在总统的层级上面的态度 我觉得是蛮明确的 朱苗 我想长久来大家的策略都差不多 在自己比较强的区需要多赢一点 比较弱势的区域能够少输一点 然后在所谓摇摆州 摇摆縣市 希望能够有机会可以赢 大家策略都一样 大家也知道陶竹苗区 像苗栗这样的选区 数十年来没有政党问题过 所以对民进来讲 的确相对是一个艰困的选区 还有我们这一次 在赖霄出现之后 加上包括曾温学 康老师等等 这两个形象跟过去 相对不一样的新年带动之下 其实这个肇事活动也是我们历来 少见 人数非常多 而且相当来气势非常旺的一个选战 所以我觉得对我们来讲 虽然是一个艰困的选区 我认为我们这个地区 是有进展的可能性 来 董哥 其实我们知道民进来 对于这些陶竹苗这边经营很久 但效果不大 他们做了什么 练练台三线什么 那怎么可以这样讲 大家可以看 在2020年 韩国瑜在选举时候 其实各处都大输 可是他有六个县市是赢了 你一定猜得到 金马 台澎 花东 四个还有陶竹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 就六个县市 他其他地方都大输 输最厉害是高雄市 你就想一想 那个时候的氛围 当然民进党打出一个 反送中 王立强 一个孔中的一个氛围 这一次国民党从这里 从这里出发有个好处 为什么 因为中东景不是国民党的 可是国民党虽然在这里露弦 这边是一个蓝营的 来 从这里出发 从这里出发表示说怎么样 民进党过去怎么样 他们觉得这些客家的 为什么都这么挺南京 所以他们把中广的音乐网 还有宝导网把它没收 就说因为他们要做客家的电台 因为很多阿公阿嬷 客家人特别长寿 我过去采访 那夫妻 两个夫妻一百多岁了 耳窗莫名还两个 我在采访还一边插嘴 我小婆生命力都旺盛 是 没有错 他们都听广播 那听广播当然 你如果用客家话就特别清缺 那我觉得说当然民党在这边 还要再加一把劲 因为这边 这边的民情 的确是民进党不容易经营 那侯友余从这里出来 因为他是从一个无党籍的 这边出来以后你可以看到 我跟你讲 中东典不会去帮客文哲站 不会吗 之前跟客文哲还不错 之前因为还没有登记 之前没有登记 登记了以后所有小机都归队了 这个归队就是说 因为中东典下一届 他势必不愿意国民党 有提名人来跟他选 那他这一次 他其实很努力的表达 他就是国民党团队 我觉得柯文哲也不要去围栏他 因为怎么讲 就是你要人家这样去表态 完全不太需要 所以我觉得说 下来侯友余这十场大概会 每一场大概都会 去弄成像怎么样 像韩国瑜那种态势 就是我要把这个绅士做出来 做出来我们也可以看到 最近的他的民调 其实已经升非常多了 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氛围 因为国民党打的就是怎么样 就是他们是三个人的 就是侯康之外还一个韩国瑜 这种声势出来的话 就是他现在的国民党 那种南京归队 是三党里面表态力最高的 而且不会流失的 好 来 我觉得曹竹苗这一次的选举 其实对国民党来说特别重要 因为云嘉南这部分 国民党传统在那边比较吃爹 其实过去特别是新竹县市 民众党在这边也是扎根很多 所以有些部分的票有点被牵动 所以我觉得在这一块 我就要多拿 去补一些云嘉南 可能会拿不到的选票 所以我觉得在桃株苗这一块 我觉得要下重兵 而且不能够说 这一定是我们的票 就轻忽去经营 我觉得该走的路线 而且该锁的螺丝都要锁紧 对 这个顾本 一定要好好的顾起来 然后再开拓 你可能不熟悉的票员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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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